那就很不错了好不好 那你觉得你最吸引他们的 到底是你的颜值还是别的呢 跑得快 今天反正就是 李嘉豪女27岁黑龙江人 哈尔滨师班大学英语专业本科 大家好我叫李嘉豪 来自黑龙江省 我是哈尔滨师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爱笑的女生 紧张就更爱笑了 今天来到非女模属的舞台 是想寻求一份关于英语教育相关 或者是行政方面的工作 请各位老板们看看我 谢谢 请各位老板什么 看看我 你有啥好看的 他挺好看的 李嘉豪的简介当中 我只记住了编导的一句话 他介绍这个女生 说他从小追被人追到大 还好吧 你是跑得特快 别打岔 明明知道是那个追吗 还没跑那么快 是有很多男生倾慕于你是吗 嗯 倾慕于你的才华 还是你的颜值 还是你的可爱个性 还是什么 都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底主要是倾慕于你的什么 嗯 就是有一次校园接力赛嘛 校园接力赛 真的跑得快 对我真是跑得挺快的 你说的接力赛是田径是吧 对对对 怎么了呢 跑得其实我们团队合作 然后成绩还不错 跑完之后我听他们都问 哎这是女孩是谁啊 怎么着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我的微博和人人网 就是好多粉丝 好多是多少吗 大概 小一百吧 就那样 小一百 后面还加了一句 就那样 那就很不错了好不好 那你觉得你最吸引他们的 到底是你的颜值还是别的呢 跑得快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真跑得快 今天 今天反正就是 啊 行 为什么要选择来北京呢 今年毕业了没有 嗯 毕业了 毕业多久了 毕业 三年 啊 16年毕业了 哎呀 你的这个字跟你的颜值成反比啊 嗯 还好吧 行 哈哈哈哈 为什么想着来北京 嗯 北京平台更大一点 啊 家里有人在北京吗 啊 也有人 你的家庭成员里面写的是父亲爷爷和奶奶 啊 妈妈呢 妈妈 嗯 不在了 哦 那父亲现在有新的家庭吗 啊 有 你有新的什么弟弟啊 妹妹之类的吗 有有有 啊 弟弟跟你关系好吗 好啊 因为他长得帅 所有就喜欢他 哈哈哈哈 长得很帅的 这个理由 那你长得不帅 你都不喜欢 是吧 啊也不是啊 毕竟有血缘关系嘛 从现在开始我跟你说话朝这边 为啥 长得帅的你才喜欢嘛 对不对 啊 啊 聊聊聊一聊 你是英语专业本科 啊 嗯 那你现在毕业之后做过哪些工作呢 刚开始从事教育行业 嗯 然后后来转了行政 还有吗 然后期间就兼职家教或者是模特之类的那种 做的挺广的 你到底最喜欢哪份工作 哪份工作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体现了你的价值 干得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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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